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马尔德夫实验室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按照砍岛的标准 我什么时候才能讲到星岛呢 毕竟砍岛对视频和图文的素材要求比较高 星岛资料的更新又会需要较长的时间 像去年开业的几个小岛 利斯卡尔顿焦虑病等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做 而星岛又是大家最想看的,对吧 所以我决定试试这个星岛速递系列 算是简配版的砍岛吧 争取能第一时间为大家分享到一些马带的星岛信息 后面资料齐全呢,我再补一期砍岛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想法可行的话 就帮我点个赞吧 以鼓励我持续的交甘岛母更新下去 这媒体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断的尝试 万一你们喜欢看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大家通过留言或者弹幕来告诉我 话不多说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上个月才开业的 一架全包星岛,奥金诺比基利 我呢会从这几个方面来为大家主意分析 那我们正式开始吧 诺比基利的母公司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艾玛菲尔酒店集团 旗下的奥征奥金等都是马带的热门岛屿 他们的所有酒店均为一架全包 而诺比基利则属于充满活力的颜色系列 主打性价比 诺比基利位于北马来环郊 往返只需要15分钟的快艇 他和妻子妹岛埃拉夫时有一条长长的战道项链 都是人工建造的岛屿 关于酒店的总体概况呢 我们就通过最新的官方视频边看边了解吧 奥金诺比基利于2022年3月24日正式开业 这是一间成人专属酒店 只允许入住18岁以上的客人 在马尔德夫的当地域中 罗比意味着爱 基利则是岛尾的意思 所以加起来就是爱之道 酒店配备有68栋设计时尚的别墅 私人泳池 按摩浴缸 网床 玻璃地板等浪漫元素 应有尽有 24间沙滩别墅均配备有私人泳池 且为浪漫的日落照相 44间水上别墅分布在战道两侧 带种值得水上别墅 也可欣赏到壮丽的日落美景 圈道配备有三间餐厅 一间酒吧 拥有目前马带最大的海底餐厅 可同时容纳40人用餐 主餐厅提供一日三餐的国际自助美食 多个开放式当口 让你尽香美味 特色零点餐厅及泳池酒吧 也能满足你更多的餐饮需求 水无战道末端 还有一个人工星星无人的 深经济的浪漫体验 集团专属的Alina Spa 提供以自然元素为灵感的经典礼料 这里平静的西湖环境 也是众多非激动 而激动水上活动的绝佳层属 欢迎回来 布比GD给到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安静而又充满活力 我先把它的全包内容放在这里 然后就其重点内容 为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吧 首先是餐饮部分 除基本的在主餐厅的一日三餐 房间内的迷你吧 酒吧的饮料小吃外 如果你入住四晚级以上的话 可以免费享用一次海底餐厅用餐 顺便说一下 该餐厅目前还未营业 预计会在5月份正式开业 需要注意的是 另一个特色零点餐厅 是需要你额外付费的 在娱乐部分 你需要注意的是 入住四晚级以上 有赠送一次日落垂调和一次短途旅行 其余的非激动项目 浮钱装备等都是免费出借的 除此之外 入住四至七晚的客人酒店还将赠送每人一次45分钟的SPA 可谓诚意满满 从这来讲 该全貌内容依然延续了艾莫菲尔集团的慷慨 略感不足的是 特色餐厅如果能像奥金那样 也赠送一次就好了 体验一下也是极好的 由于罗比基里和埃拉富士是两个相连的岛屿 如果你想去到埃拉富士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埃拉富士的客人就不能去到罗比基里了 这也保证了罗比基里客人浪漫的私密环境 顺便说一下 埃拉富士会在5月19日开业 这会是一间以家庭为主的全包酒店 由于是人工岛的缘故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岛屿的植被目前比较稀疏 和浮潜环境一样 这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成长的 罗比基里的价格怎么样了 我们来看看一层小钟机下面给出的三高价格吧 就其所含的内容而言 还是有一定性价比的 但是又没有那么的突出 你觉得呢 对于比较保守的我而言 依然会建议朋友们让子弹飞一会儿 毕竟在团队磨合 硬件完善 植被 浮潜等方面 都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等后面有了更多客人的体验 游击后我也会分享出来 是好是坏 由你自己来判断 好了 今天的新岛树地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你们喜欢 今年还会有不少新岛开业 有几个还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P叔 我们下期见 拜拜